什么是肾炎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鹏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肾脏内科副主任医师 我们通常所说的肾炎 其实是各种原因所引发的 极慢性肾小球肾炎的一个简称 那么常常我们临床上所说的肾炎 是指慢性肾小球肾炎的一个简称 它是指各种病变造成 也是肾脏的基本单位肾小球 出现不同程度的病变 有一些免疫符合物 在肾脏的细膜区上皮以及内皮下沉积 那么导致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血尿 蛋白尿或者高血压 以及水肿等临床症状 统称之为肾炎 那么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 那么肾炎它还可以分为 肾小球肾炎 肩制性肾炎 以及遗传性肾炎 激发性肾炎 等多种病因所引起的 但我们通常大家所说的肾炎 就是这种原发性的慢性肾小球肾炎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肾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